上文书说到土匪靠天造反 要想用刀子把子荣的心给挖出来 正在这个紧张时刻 呼啦的一声 门帘子一挑 里边出了一个人 谁正是老匪做山雕 他出的是哈哈大笑 别吵了别吵了 快快快 给你家九爷松开吧 你看看 开这个玩笑还像话吗 哦 子荣这么一瞧 匪徒们自己过来 招了供了 这就是说出来 他们这套鬼把戏 是诚心把它设计起来的 来这套 这是什么意思 三爷 不能给我松绑 为什么 我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意图 得了 老酒啊 消消气吧 这是演戏 开个小玩笑 省得呀 总这么干巴巴的 都没意思 都没意思啊 松开了绑 白酒 这老土匪很厉害 他自己的 他自己再三再四 研究 杨子荣 他研究完了 把他 知心府的这几个 徒弟叫到跟前 共同 共同研究 说这个 胡标 怎么个来由 我怎么这么不放心 嗯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敌人就想出这么一套 愚蠢的办法来 可是呢 全没有成功 算了吧 他算了 子荣在林离开微虎厅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 说什么 三爷 跟胡标办事 最好把话说的前半 想这样的戏 还得演几次 当然了 三爷要想着演这样的戏 我胡某人就得领教 这没得可说 可是 应该给我个底儿 还得了 老九威 哎呀呀 你的嘴比刀子还厉害 歇里去吧 他没事 转过天来啊 第二天的下午 四点多钟 满天又阴了 看样子还有雪 子荣 正坐的这个山洞子里边 这抽烟 他是边抽烟 边想 用尽了心机 想把这个情报 怎么样 也得把它送出去 无论如何 得搁在那个树上去 要不然达德同志来了 就得扑空 一掐钻这个日子 日期是越来越近了 什么日期呢 就是在临来之先 和203首长规定好 里营外合 灭威虎山的这一天 这日子越来越近 他坐着正想着 猛听着 这山洞的外边 啪 啪 打两枪 跟着 就听有人喊 快着 有人攻山 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音 子荣把烟弹一扔一挺身 就起来 把枪就提到手里 敞开了鸡铜 他望外就要闯 刚来到这个洞口这 子荣把脚步又收住 杀住神 稳住心 侧耳望外听听动静 咱们一听 这个枪声 是从东面过来的 是忽高忽低 这个枪打的 有时候 就冒了高 那子荣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一听这个声音 他想 203首长 和小分队的同志们 打上来了 还没有接到我的情报呢 首长和同志们 怎么就能这样轻身涉嫌 到这来了呢 不会 绝不会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他刚想着 就从这洞口的门这 这个土匪毛这个腰夹着枪 一个钉一个的 就顺他这个洞子口跑过去 这功夫就听外边 那个难鼻子土护 喇喇喇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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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 共军三面攻上来 赶快 进枪 进枪 这个紫标子就打到山洞子这儿来 打到紫荣这个山洞子这儿 石头片子给起下来了好几块 嗯 哦 紫荣 又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又是一个花样吧 匪徒们 特为 我准备的 是这么回事 哎 杨排长一想 这是个好机会啊 借着这个机会 我应该冲出去 这么这么这么办 对 想到这儿 啪 他把大厂的左捅袖子 往下这么一甩啊 把这袖子甩下来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衣啊 表示没穿好 半呸着 刚认上一个袖子 低了这枪 握着手榴弹 他打这洞口里头就冲出来 冲出来 站在这儿这么一瞧 以指挥官的面目出现 大吼一声 不要乱跑 给我握抖 啪 就是一枪 北边这几个土匪啊 就地着掩体 就趴在那儿 子冲是蹭蹭蹭 两三个剑步 身轻四焰 真快 就到了对面一个小山梁上 这山梁上 一拉六有十几棵树 阳台长 找了一棵大树的后边 这么一藏身 这是个天然的掩体 刘神王对面看 就看离这小山梁不远之处 有那么几十个黑点 慢慢的朝这边 往前摸索前进 就朝这小山梁这边摸过来 这公分 从子龙的身背后 过来了几个土匪 有一个背马枪的 阳台长一瞧这个距离 攻上来的这个距离呀 手枪够不着 有效射程已经超过了 用马步枪还行 阳台长一回声 从这匪徒的手里 就把这枪夺过来 顶上顶弹火 把枪口望起这么一台 并没看子龙怎么瞄准 那么只得一扣板筋 啪 一枪 在那个黑点里边啊 有一个 就趴那 随后哗 又推升一颗子弹 啪 又一个 啪啪啪 一连串 叫阳台长给打倒了五个 子龙是越打越高兴 好极了 再来他一缩子吧 想着这儿把大柱匣子抽出来 一瞄准 刚要来个闷筋 后边伸过一只手来 打到了子龙的肩头上 老九啊 杨排长 扭向回头看 正是老匪做山雕 三爷 哎哟 您怎么还这么稳当啊 您手里怎么连颗枪也不拿啊 这样赤手空拳 在这儿站着那都危险 快来 我掩护你 子龙这几句话一说 说得老匪做山雕 嘎嘎嘎嘎一阵大笑 那个山羊胡子 是上下一劲之颤咬 老九 别闹了 我这是举行的一次演习 你看看 叫你给打倒了好几个 哦 子龙 装作不明白这个意思 把眼睛一瞪 怎么 这是军事演习啊 啊 哎呀呀 三爷 怎么事先 不跟咱老九说一声 哦 我明白了 您这三番五次 对我胡彪 进行了视察 您有点不大放心呢 好吧 我胡彪这个人 就是这么个人 信我 咱们就在一块处处 不信 咱是井水河水 两不犯 三爷 对不起你 先前通 算我白送给你了 从今以后 你走阳关道 我过独木桥 咱们个头方便吗 说到这儿 子龙一摔脸 气横横的要走 坐山雕跑上前去两步 把去路给挡住了 哎 老九 你看 别耍小孩子脾气啊 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是个演习 事先应该通知你一声 可是啊 临时决定 已经来不及了 好枪法 别看打倒了几个 我很钦佩你的设计能力 枪法如神啊 说实在的 老九啊 从你上山 我就有点 不放心你啊 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个 胡标呢 徐旅长 全家殉难 就是护体迷夫人跑了 可是我还没听说 跑出来个司马副官 今儿个你就到我这儿来 日期还不对 你说说 我不是胆小啊 咱们说一句 被谈的话 共产党的解放军 那是真厉害啊 素有神兵之称啊 我怎么能不加小心呢 现在我手底下就这点老本钱了 再把它输光了 我做山雕在这江北一带 就要站不住脚了 哎 油脱于衷 跟谁说去 来来来 老九 到屋去 咱们再谈谈 紫荣一瞧 别谈了 怎么呢 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吧 好 三爷 您这几句话 这叫知心的听戏话 我听出来 胡彪既然来了 舍死往生 我要和威虎山啊 一起生 一起死 好嘞 老九啊 到现在开始 你比我跟前的那个八大金刚 还要亲近一步 咱们冲打鼓 令开张啊 解禁望后 你再看 我催某人 待你如何 三爷 老九 要演习 就得像个演习的样 那怎么办呢 没有别的 我带着冲上去 咱们来个冲锋 好 老九 瞧你的了 那好 队伍把头给我掉过去 匣子枪望起一举 啪啪 打了两枪 一声冲杀 哦 土匪在后面是连喊带叫 一个个跑得吁吁带喘 喊珠子望起 直鼓咯 有的跌倒了 再爬起来 爬起来又跌倒了 滚着滚 爬着爬 子荣在前面 带着 那真快 几道山梁翻过去 已经到了威虎山山口外头 接近自己呀 放情报那个地方 哎 太好 子荣把牵口这么一晃 向北冲 北山头发现敌人 把这个指高点给我躲起来 啥呀 土匪就过去了 朝那边冲下去了 阳排长 往前紧跑了几步 一看这个方向 再瞧瞧这棵树 正是自己 正是自己在来的时候 放石头子的地方 不带错的 他很快 把这第一封情报 穿 就填到那个树里边去了 随后把那个树皮再嵌上 你是看不出来的 搁得比较放了心 他转过身 和匪徒们就往北边冲了去 兜了个大圈子 把这伙的家伙给累得够瘦 回了威虎厅 人把水沏过来了 喝杯茶 吃点东西 正吃着呢 就看老匪坐山雕 仰着个脖子想心事啊 他那两个眼睛望着那房顶 想着想着 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 哎 今儿个紧的 嘿 三爷 还问紧呢 再有几天的工夫 就过年了 是啊 咱们上山日子不少了吧 哎 广在这一地方快眯了有一年半了 哦 哎 过来过来 靠天哪 师父 快过年了 甭问呢 山下边这石块正热闹 你能不能 带着几个弟兄 走一趟 老匪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 紫荣心里头 刷的心 哎 老匪要干什么 要派匪徒下山 听他这话呀 快过年了 山下的现在一定挺热闹 派同匪下去 这一定是糟蹋老百姓 这怎么办 不行 我得拦 子荣想到这口 不能冒冒失失过去就被拦住了 哎 别这么做 座山雕嘴里可说 现在老九啊 我对你可十分十的放了心了 得打折后 因为这话是座山雕说出来 真的十分十吗 说布兰 布兰该怎么办呢 哎 子荣想到这会儿 把手里的干脸往那一放 把大腿这么一拍 啪的一声 嘿 三爷 您这个主意啊 想得太妙了 怎么样老九 我的话的意思 你听出来了吗 我听出来 是不是下山 学么点外快 对 逞其不备 借着他们 过年的时候 掏他们一把 那好极了 来吧 子荣把手望过一身 三爷 把命令就交给我老九吧 怎么 做山雕一挺身 站起来手 抓住了子荣的胳膊 老九 你 是我呀 哎 你怎么能行呢 哦 难道说三爷不放心我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 你太累了 我已经歇过阀来了 刚才的军事演习 又把你累得够瘦 你好好歇会 来 靠天 到屋里 话言未了 左山雕 带着土匪 靠天就到屋里去了 搬了礼尖 子荣呢 这么一想跟进去 不跟进去 不跟进去 匪徒们研究什么 跟进去 左山雕 对我怀疑呢 他这么一愣声 就要听了 旁边的土 霍不辣 跟着直出主意 怎么怎么怎么 这也没什么外人 要研究 就都进去来了 他们就要望着 李贱屋里闯 子荣跟着这帮土匪 也要进来 这工夫 做山雕 那两个胯匣子枪的 往门口这一站 三叶村子 谁也不许来 那边研究军情大事 研究完了之后 再进来 哎呦 不让进 那算了吗 这下麻烦 过了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光见老匪做山雕 小呵呵的从里边出来 没见靠天出来 子荣啊 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 说上一次 老土匪露出个口风来 说这有一条道 在哪啊 这条道 肯定就在做山雕 住的那间屋子里 杨排长来到山上 也就是说 他刚刚送出去的那份情报 那个情报 就等于是 威虎山的 一个详尽的地图 子荣 以胡团父的身份 初步掌握了敌人一些情况 但是 还有这么一条密道 子荣还没有亲眼看见 杨排长 不止一次想过 二零三首长曾经说过 这个威虎山 就像个乱泥塘 乱泥塘里边的螃蟹窝一样 他是七条沟 八股道 做山雕 外边就有名嘛 他已经把威虎山说给掏空了 这就是说 敌人这还有一条 泄水道 怎么叫泄水道 在土匪来说叫流水沟 能打便打 不能打了 从这会儿呼拉一下 全跑了 像小分队抓住的那俘虏啊 像什么一座毛啊 还那小炉匠 曾经不止一次的 在二零三跟前表示过 表示什么呢 我愿意立功赎罪啊 我知道我错了 如果说长官们 要是愿意打这个威虎山的话 我们都去过 道路非常熟 可以领着去 他假殷勤的 还在地图上花过 弄着个手指都在上面乱滑 一切 动了膝的 随后嘛 他还弄个纸 画过 当然这些个 二零三首长和同志们都一样 绝不会轻易的就相信敌人所说的 根据他画的那样 假如说真的 要让匪徒们带道到这来了 那小分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一个也甭想从威虎山这出去 这老匪做山雕 他这地方设备的就这么厉害 他竟是秘密的暗宝 看了像一堆土 里边是一顶机关枪 看了几块烂石头 那是个活力点 另外他还有这么一条大沟 他的一条大沟在哪啊 这沟口就在他睡觉的床子底下 那么这靠天领令之后就是说明从那已经走了 子龙为这个事啊 急坏了 怎么着急 他没有办法制止啊 另外这个土匪们的行动啊 他没有一定的规律 他们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他出山去 就是准备抄一把 看来土匪不敢明目张胆到夹皮沟去打小分队 他们怎么样 他们要糟蹋老百姓啊 哪得手就是一下子 不得手就捡你这儿 滑过去了 跑过去了 准是这么回事 把子龙给急的 在这屋子里头是滴溜溜来回直转 这怎么办呢 最起码我应该把这情报给补充补充 补充什么呢 一个是203首长告诉我的话 预定的日期 我应该向首长做保证 在预定日期小分队来到威虎山 我保证把里边布置的一切都完善 里营来河一举成功啊 彻底打平这座威虎山 再有呢 赶快把靠天出山了 这个是通知203首长和同志们 叫同志们给匪徒迎头痛击 把他们打回来 对 哎呀 这补充情报怎么往外四呢 手也快 想着急办得快 刷刷刷 几笔 铁丸 刚把这个字简叠起来 往衣筋里边这么一放 九爷 后边来了个小土匪 哎 有事吗 三姐请你 好啊 子龙大不流行就奔这儿来了 来到了威虎厅 还像没事儿一样 三爷 是找我吗 哎 老九啊 你大师兄靠天 带着弟兄下山了 啊 山里边 这两天 咱们也不能闲着 告诉你个事情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威虎山的 直观了 哦 这么说 三爷 又想提升我一步吗 不是 这小能者多劳 不是没让你下山吗 你不是待不住的人吗 让你当个直日官 前后左右 你经常寻着点山 听见没有 老九啊 可不能拖揽 嗯 好嘞 三爷 我谢谢您的信任 放心吧 我这个直日官 是保证 绝不会偷闲 拿回来 你一条大带 金丝大带 拿过来了 给子龙 斜着 往身上 这么一块 杨排长 没有心思 看这玩意儿 什么他黄色呢 还是红色 管他什么色呢 带好了这个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老九 山里山外 随时发现 什么情况 马上 报我知 如果情况紧急 弄 左山雕 用手一指的大钟 你就敲这个 记住了吧 记住了 回去 好了 喝 老九啊 又带上了 这回又破了 这是三爷 对我的栽培 说完这句话 他就出来 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特别注意的 看了看周围环境 又把补充情报 核对了一下 放了心了 从屋里出来 哼 这位知日官 这个负责人 就把这微虎山 前后左右 四外八方 这种看 都看在眼里 也都记得脑子里了 就问这山外边来 小土匪们 再见着杨子龙 可了巴的了 怎么 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咱们三爷 眼睛里的红人啊 老远就喊敬礼 子龙把嘴一撇 连你都不理啊 直奔山口外 来到他放情报 这棵树子 先看了一下 周围环境 认为放心了 没有什么 他这才抬手 往下起这块树皮 子龙这手 刚抬起来 啊 砰 过了一个人 一伸手 就抓住了 杨子龙 小土匪的红人啊 我看了一下 小土匪的红人啊 小土匪的红人啊